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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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我回来了 跪下 手伸出来 爹 打你自己了吧爹 疼不疼 疼不疼 我给你揉揉 我打死你 我还没打你呢 你喊什么呀你 你还没打呢 爹 那个 我跟你说啊 不能打 这双手现在不是您儿子我的 是关键的 您想啊 万一您给打肿了 如果出过什么事 我怎么拿枪呢 好 关键的 关键的手 那好 我问你 你知罪吧 我知罪 什么罪 我不该骗爹您给我画画样 久迟 还有 我不该瞒着您刻画板 你那也叫刻画板 要刀工没刀工 要笔锋没笔锋 你别避重九卿 是是 我不避重九卿 我最大的罪过 就是糟蹋了爹 您老人家的莫保 你别动拉西扯的 我看今天不教训教训你啊 你就没个掌机 爹 爹 爹 这是 关 关键的 关键的手 关键的手 是吧 我没法打 是 屁股不是关键的吧 撅起来 不是 爹 我 我这么大岁数了 我 你撅不撅你 你 你别生气 你别生气 小小 我撅 我撅 你等会儿我啊 等会儿 外面没人了 爹 您打的时候 冬天小点 不然让人笑我 你撅起来吧你 撅好了没有 爹 我这么撅了冲冲不公斤 我掉个根 好 好 掉好了 这样就公了 公斤 好 爹 爹 您您下手 别太重啊 好 我轻一点 这些钱都是借给我的 不光这些 不够还有多个事 不要利息 那得你当上掌门 要不然 一分利还是要还的 一分利 行 我买地 然后我把它租出去 一年以后啊 我四六分租 然后我再把地卖了 我还有赚呢 你说你瞧你这点出息 人家日本人给你投资 可不是为了便宜你 挣这点小钱 再说了 你买地 杨德龙也买地 那地价肯定高啊 这一年以后 无论你们俩谁 当上这掌门 这地价都会落下来的 没用了 你说这杨家补 除了你们俩 谁还会用高价买地啊 是这么个账 这钱我不借了 你把它还给日本人 钱先放着 不借是吧 那这掌门 你是不打算当了 拼着看吧 反正我就那么多钱 至于他杨德龙 带回来多少银票 我不知道 再说了 这一季呢 他的年花比我挣得多 我是不会干那个 哄抬地价的傻事的 大不了啊 这个掌门人 我不能让他干好的 那这古板你也不要了 哥 我告诉你 这日本人可出这家 不会吧 日本人疯了 货卖用金 人家觉得值这个价钱 爹 您喝茶 坐吧 对 喊什么呢 疼 你别抓了 好 我刚才就没使劲 我知道 爹您心疼我 我要不心疼你 从小严加管教 你也不至于这样 吊儿郎当的样 爹您别这么说 我现在混得不错了 我是警长 我手底下 十几条枪呢 警长 好 我就说你这警长吧 你说你 干点什么不好 带着那帮警察 帮着小寡妇印画 还大街上去叫卖 你 你丢人不丢人呢你 我丢什么人啊 我这叫亲民 署长还表扬我呢 你就吹员吧你 我没吹 爹 您 您看啊 韩庭这边不是归我管吗 那杨家部就是我的辖区 是吧 杨家部大吉 那更是重中之重啊 我没事我带着警察 我在街上溜达着 我探访民情 我帮他慢慢画 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我爱乡爱民 治安有方啊 再说了 再违线 咱杨家部大吉 人最多 钱最厚 这么多年别的都有小偷小摸的 您什么时候听说过 有人在咱们杨家部大吉 留过钱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帮警察没事 落在街上溜达 落在街上转吧 我跟您说 署长真的是表扬我了 还说要给我请公 哼 我看你们署长啊 也是个聋子瞎子 谁不知道你杨德忠 这么卖力 是为了讨好那小寡妇啊 这事署长知道啊 知道 那报告上不能这么写的 现在世道多乱哪 盗贼滋生 土匪横行啊 您说 这要是在咱杨家部里 出一治安典范来 署长多大面子 县长得多有面子 到那个时候爹我跟你说 那 那人家就是加官进爵呀 这叫什么世道 这叫什么世道啊 我的弟比杨德龙多十多亩 还有几套宅子呢 论客工和化工 我是照他差那么一点点 可是要论现场比试快题 我不见得比他差哪去 只不过最后一项比耐力 那我可能比他差点 那小子他是个滚刀肉 我不行 这第三关哪 日本人有办法 保你挺过杨德龙 你拉倒吧 遭罪挨打的是我 他日本人有什么办法 到时候日本人 肯定有法帮你 那这钱我借 字句呢 画押 哥 这开工可就没有回头见了 这用不着你叮嘱我 杨德龙啊 要没有小日本我还真聚你三分 这回我整死你 哎 有句话您听过没有 什么话 叫人生在世 不能白狗 见利得战 见难得躲 就知道 没有啊还更关键的呢 叫七上玩下 见风十度 怎么样 精辟吧 精辟 狗屁 我看今天社会乱 就是让你们这帮参观屋里给弄坏 这 这是你也怨不着我们呀 我们算什么呀 我 我们就是趟着这趟浑水呀 摸那么两条小鱼 真正败家卖国的比我们很多了 我看你也够败家的 杨德龙啊 这世上如花似玉的姑娘有多少啊 你怎么偏偏就看上那小寡妇了呢 我告诉你杨德龙 你要敢娶这小寡妇 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 爹 您这话别说那么绝呀 就这么绝 杨德龙 别的事我依你 辱莫祖宗门蝶的事 我绝不能容你 我告诉你 你和小寡妇结婚 你就不是我儿子 你别等我家门 爹 您不能这么绝情吧 就这么绝情 干什么 爹 我三岁没娘 是你一手把我拉扯大的 爹的辛苦 天之地之 爹之儿之 但今天 咱爷俩就 就此别过吧 什么 我走了爹 虽然你不认我这儿子了 但在我心中 爹 你永远是我爹 甭管我是走三年五年 还是十年八载的 甭管我走的是万水千山 爹只要您爹 你招呼一声 我快把家门护到您身边来 但今天 孩儿不孝了 我给你磕几个头 我走了爹 你给我站住 为了一个寡妇 你说我走就走啊 你爹都不要了 爹 秀秀是寡妇 可她也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 别的事我都能答应你 唯独这件事 爹 我走了 我走了 爹 爹 您答应了 娘们不幸啊 怎么除了你这么个孽子 哥 大忠 让咱不哭了啊 咱不哭了 我是哭 我是高兴的 三年了 咱俩过着什么日子 这个颜家部没有人看好咱俩 就连我这帮兄弟 他们都觉得咱俩不可能在一起 这位好 咱俩终于可以在一起 你别说别人 就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我一个孤儿寡母的 也就是你 德州也就是你 行了 好事你哭啥呢 别哭了 别哭了 我不哭了 伯伯 那你也不哭了啊 不哭了 你把眼泪擦了咱不哭 好 再好好过日子 媳妇你哭起来也挺好看的 讨厌 这下好了 我爹同意了 我就啥都不怕了 我想好了 年前呢我就找没人给你下屁 过完年我就风风光光的把你给取回来 我爹那边呢我也想了 他岁数大了 以后也不让他什么教徒弟呀办学堂了 不整个花样了 就在咱们家安兔晚年 我伺候他 你多给他生几个孙子就行了 虎子的腿得也赶紧治了 好 吃好以后呢 让我爹教他做年画 以后再给他盘个店 他以后能养过自己了 承受之前 我还有观想 你还有那几亩地 我再捞点行 够用了 咱这日子比伤不足比下有余 我挺满足的 邓叔 这个混不能结了 为什么呀 我嫁妆没了 马儿 快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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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大白天老拴什么门啊你 我这不刚要想蜜一会儿吗 有事啊 出大事了 出什么大事了 杨田龙把秀秀家那块地给买了 你不是说那块地中间有块荒瘫吗 对呀 我急的就是这个事 这就等于杨德龙花了四亩地的钱 买了十五亩地 你说这家伙狠不狠啊 给 我早说了让你早点去秀秀家问问 你非说他不可能买那块地 得想法子 现在考他好 法子没想出来 人家把地给卖了吧 你现在说这个有用吗 奇怪啊 这秀秀家虽说不富裕 可也没到缺米断粮啊 还有杨德龙那帮穿着 怎么他也不至于卖地啊 我不是招人道了吗 谁 杨德龙花你怎么了 不是杨德龙 是那个哪踏山 不 怎么 怎么又有那哪踏山什么事 怎么 你坐下 你坐下 我慢慢跟你说啊 咱家虎子不是腿有病吗 那个娜老板拿了洋药 说那洋药特别好用 结果 他 他说不要钱 我说不行 我给你打条吧 今天他拿了一大堆条 上面都是外文 我也看不懂 他说 他说那药值一百二十块大洋呢 一百二十块大洋 那还是这一半 要全吃下来 两百四十块大洋 所以我这一着急 我就把地买了 杨德龙真行啊 自家兄弟他也算钱 没事 兄 二百四十块大洋我一友 我替你赎地去 人家刚把地买了 能让你输啊 不让输 不让输 不让输我跟他拼了我 哎呦 拼什么拼呢 拿过去 反正我们现在锅肉瓜嘛 什么都没有了 要不然这面金属 就算了 顾秀秀你说的这啥话呀 我娶你我就冲你那几亩地啊 别说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你就是欠人金山医生 我照样娶你我替你还去 问题是我 我现在咽不下这口气啊 你 你是叫杨德龙他 他算什么东西啊 虽然出了五福了 那也算是同门兄弟 以前他有事我没少帮他 怎么着 现在欺负到我头上来了他 那话也不能这么说呀 他愿意买我愿意卖 这怎么也叫两厢情愿呢 狗屁两厢情愿 杨德龙他就是无耻他 我跟你说 他 他 他就是 刨绝口坟 踹刮副门 他 那 那 那秀我 我不是说你啊 你听我说 那个 我的意思是说 这口气我不能咽哪 我要把这口气咽下去 我以后 我以后 我怎么在杨家不混呢 我还 你放心 秀 弟我一定跟你说回来 哥 哥 秀秀这块地 三百大元 你买不买 买呀 别说是三百 三百五十块我都买 行 那就三百五 这样 这杨德中 不是回县城了吗 他肯定是把这钱 人凑够了以后 连夜就得往回返 你呀 在这村口等着他 你告诉他 秀秀这块地 你花三百五买 我初倒是行啊 可是杨德龙他要不肯推地呢 杨德龙不退他好啊 这杨德中正窝着火呢 这上面有一百大元那悬着 杨德龙不退 那杨德中他也得干呢 这俩人要是话不投机 再干去了 杨德龙会武术 杨德中肯定打不过他 可是杨德中手里有家伙呀 这要话说得不对口 他能不娄火 杨德龙没了 杨德中偿命 这掌门人 他还有谁跟你争啊 老二 你这招也太狠了 这叫一枪俩眼 杨德中要是把杨德龙给干了 他不得抵命吗 你想那么多干啥呀 长命又不用你长 都是本家兄弟 杨德龙行 跟咱们是死对头 可杨德中呢 跟咱们关系还是不错的 你整这事 这不是活坑人吗 再说了杨德中要是没了 那剩下一个古老头子 那边还有寡妇孩子 这不是做损吗 这事我不干 你真是个废物 就这么点小事就干不了 还想当掌门哪 当掌门也不能做损杀人哪 这怎么叫做损哪 这是让你做善人哪 是 假设 假设这事 真像咱们想的那样 杨德龙没了 杨德中偿命了 扔下个古老头子 还有那寡妇 儿子 谁照顾啊 你啊 你是掌门 你把那杨八爷啊 给养起来 那大宅子啊 它不就归你了吗 你再把那寡妇孩子 接家来 说句不好听的啊 这嫂子回不回来呢 都没关系了 对 还有杨德龙那儿 撇下的外国娘们 你也行行善呗 行行行 我的事你就不用惦记了 我惦记个屁 老二 你狼心狗肺 狼心狗肺 真想不到你还能想出 这么死的招来 我告诉你啊 我不去 要去你去 那你要不跟我分 那我不就去了吗 还用在这儿给你磨牙呀 所有人都知道 这我在杨家部待补偿 我找杨德忠说买地 人家信吗 咱们刚才说这么多话呀 那都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 你想 他们俩真能打起来吗 就是真打起来了 这杨德忠 他就真敢开枪吗 他真开了枪了 这杨德龙真能被打死吗 多一万步讲 杨德龙真的被打死了 这杨德忠他好歹也是个警长啊 一定要偿命吗 真要是那样 你发发善心 上下使点银子 我再找这日本人帮帮忙忙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 你使点银子稀里糊涂的 饱条活命 那不简单的事吗 甭管别的 超过三百五十块大洋 我就不买这地 你说你 你啊 又想当善人 又不舍得花银子 我跟你说 真要像咱们想的那样 超过三百五 我给你拿了 那我试试 我说哥 你要真当了掌门 再拿到古板 这后边还有这树跟着呢 这后边还有这树跟着呢 行 那我就试试 我走了 慢走啊 慢走啊 一下午也没见着你 干啥去了 一下午你也没出屋啊 你在想什么 来 坐哪儿了 咱俩合计合计 我想到浊河对岸去买地 你看这个 得有两三百亩吧 为什么要到对岸去买 你们祖宗不是有规定 外面的地是亩顶一亩吗 到外头买地便宜 便宜是便宜 可不顶数啊 你就是买二百亩 回来才顶二十亩 跟杨德莉也就闹个不相上下 你这么算当然不行了 那我要是换呢 换 怎么换 拿核对岸跟这边的换呢 两亩换一亩啊 你看啊 虽然隔着条浊河 可也不算不方便 这儿有一个木桥 走车马不行 但来回试弄地人 人单肩扛没问题 除了春重秋收的时候 稍微绕点路 隔着河就能看见两边的庄角 地的薄厚都一样 我拿两亩换一亩 你说有没有人还 杨 你太聪明了 而且我还有一个更有厚的条件 什么条件 我想开门收图 来 驾 我这次收图无敌啊 不挑自知 只要愿意跟咱们换地 梁牧尹上呢 他愿意拜我为师 我就收 这办法太好了 我相信 只要这话一放出去 来换地得得几破门 杨 我在想 你出的那个 滴水观音的画 就是为了展示你的实力吧 也有个这点考虑 好 正好 杨 本来还想给你个惊喜 现在看 也许在你眼里不算什么 什么惊喜 你看看 是 的确 你把秀秀这四母帝买了 杨大掌柜 你可太了不起了 杨 我还以为你有这么好的办法 就不在乎这四母帝了呢 谁说不重要啊 这简直太重要了 你看啊 这是咱家的地 这是咱家的地 这中间这块是秀秀的地 它夹在咱们两家地的中间 这还有一片荒滩 现在秀秀的地归了咱们了 也就是说咱们这一片 能够连成一块了 这得有十几亩地啊 这一下 我就比杨德丽的弟弟多了 再来这么二十多亩 我就是杨家部最大的门户 杨德丽这一关算是彻底输了 看你这么高兴 真是太好了 杨 我总算帮你做成了一件事 怎么能是一件呢 那是很多件的呢大长 我真得好好谢谢你 谢就不用了 我只是在报恩 你怎么情绪又不好了 你放心 无论我做了什么 都不会要求你娶我 我是有自尊的 那大长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谢谢 谢谢 其实秀着这块地我已经惦记很久了 但就因为她是个寡妇 我一直不好意思开口 说说吧 掌柜的 怎么把这块地拿到手呢 因为她是一个母亲 什么意思 我能治好她儿子的病 详细情况就是这样 梁 你好像不高兴了 我还高兴呢 缺德呀你这是 缺德呀你这是 还怎么了 你真不是个中国人 你不懂 那大长 中国人最看重的是什么 侠义 什么叫侠义 就是说你为人不怕好恨 对手越强你越硬 刀架脖子上不低头 这个才是人人佩服的大英雄 但是再好好的人 也不能持强凌弱 孤儿寡母 老弱病残 见着他们都得让三贩 把这东西给我放开 我现在跟你说话呢 给我听着 绣绣一个寡妇 带着个瘸腿的儿子 守着那四母帝在那儿过活 多可怜 虽然是个外星 但是我们杨家部的人 也没人敢欺负她 是 我是看上那片地了 但是人家绣绣没提 卖这个心思 我就不敢张这个嘴 你要是公平交易 把这笔买的做成了 那也算一笔天大的好事 但是你现在怎么做呢 给人家设了个局 拿人家孩子当要线 还在人家治病治到一半的时候 给人家设了个局 拿人家孩子当要线 还在人家治病治到一半的时候 还在人家治病治到一半的时候 反正对我们也没什么影响 那块地你早就想要 刚才你看我把地契拿出来 你乐得那个样子 可是土地对农民来说 是最重要的 你买人家的地 还想让人家感谢你 这就像日本人 占你们东北一样的心情 胡说八道的 这是一回事啊 我不懂什么虾意 我只知道上场就是战场 胜者未亡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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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我 我 我是你哥 杨德丽 是我 大晚上你跑这儿干啥来了 我这不等你吗 快下来 我跟你说说事 我什么话 我有急事呢 哎 不就是到德龙家去去去去去 去去去绣绣的地吗 急什么呀 不是 我我 我熟地的事 你也知道了 这整个杨家墓谁不知道啊 你是杨德龙也真是的啊 你说绣绣是谁 难道他不知道吗 他也太不仗义了 竟敢欺负到你的头上 谁谁谁 杨德龙欺负我 他敢欺负我 那是 我兄弟是谁 谁呀 杨德忠 警长 别说这杨家墓 就是在韩庭 整个违宪 谁敢不给我兄弟面子 行行行 你蒙在这儿捧我了 想说什么就说吧 哎呀 你看我跟你这说话仰头太累了 你能不能下来呀 你嫌跟我说话累了是吧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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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哎 你牵着马 这就不累了 看你说的 帮我弟弟牵把坠凳 那不是应该的吗 来 那有什么关系啊 哎呀 哎呀啊 哎 谁啊 呦 这 我 呦 杨警长这哥俩三更半夜的 干什么呢 沈管家 这大晚上的您这又是去哪儿了 我去城里 你看个朋友 好 二位 你们哥俩继续聊 慢走 这沈家的人 怎么总是神出鬼没呢 他们家人不好惹 你以后少理他们 走啊 好 哎呀 老弟啊 说实话 秀秀那吉姆弟 我早就看了眼了 但是我怕你有想法 我就没敢开口 你不开口就对了 哎 你知道杨栋龙出多少钱买他的地方 多少钱 六十关现大洋艺 这我还懂得买呀 哎呀 哎你你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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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来 哎怎么着 你怕你哥出不起钱啊 他给六十 我给八十 八十 不 比八十还多 四五 四八三百二 我给三百五十块 不是 杨栋龙你们是不是都疯了 是 秀秀那地是不错 紧碍着灼河 土肥地卧的 每年那帽子都能长得半然高 可不管怎么讲 那那地里 它长出的也是粮啊是 它没长出金子来 不我说德州你是真糊涂 你还是装傻呀 我跟杨栋龙争的是那几亩麦子吗 我们争的是杨家掌门人 这杨家布一共就六百多亩地 三沟我们各占一沟 剩下那一沟呢 人有的人根本就不卖地 那能卖的就那么二三十亩 你说我们能不争吗 杨 这块地你不买 杨栋梨肯定要买 这等于就在你心上扎了根钉子 到那时你会不会后悔呢 我 不会 杨栋梨要是买下了那块地 我马上带人去抢荒谈 就算打个头破血流 我也不会让他占着任何便宜 但秀手是个寡妇呀 我跟杨栋梨这么多年 没在荒谈上拢一拢地 就是因为这 侠义 你可真侠义 讽刺我是吧 我讽刺了吗 你那个笑就不是好笑 咱说好了啊 秀秀那地要是赎回来了 可不能给盘啊 给我 我想想吧 以前我不知道那地情值钱的 现在看来那是块宝地啊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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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派给你 你说 不 你小子 你说你要是征掌门人 他是个宝地 你不征掌门人 那算啥宝地啊 再说了 三百五十块大洋 咱不说别的 过了浊河 河对岸啊 这三百五十块大洋 能买好几十亩地呢 那麦子都是齐腰身的 行行行行 你别急 哪儿的麦子不征馒头啊 是吧 我答应你啊 地熟过来我就卖地 不过 我可不知道杨德龙他退不退这地啊 那别人买他不退 那你买他还敢不退啊 再说你腰里别那家伙 那是打鸟的 小姐 沈叔你回来了 回来了 事情办得怎么样 办得了 来 你看啊 小姐 这是第七 这地方写得很清楚 这个呢 是县衙批准咱们建造纸厂的那个公文 好啊 沈叔 你这事办得实在太妙了 有劳您了 还是小姐料事如深哪 无论是杨德龙也好 杨德忠也罢 包括杨德利 他们谁都没有想到 小姐抢先一步 走了这么一步好奇啊 我这是在教杨德龙办事 我得让他知道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啊 您坐 对了小姐 刚才我在道上碰上两个人 什么人 杨德忠和杨德利 他们在司堂外不知道说些什么 我看杨德忠肩上背了一个布袋 我上去一摸 是大杨 他带枪了吗 带了 丁香马玉 到 你们俩马上换衣服 去杨德龙家 如果杨德忠去了 盯住他 千万不要让他出枪 是 对 沈叔 备车 那我去了啊 等等 登任兄 我觉着我们这个计划 有路途 你想 如果杨德忠不开这枪怎么办 那这次行动只能放弃了 就算杨德忠开了这枪 你再补一枪 别人不会发现你吗 这枪一想人一乱 谁知道他开了几枪 可这杨德忠自己会知道吧 这样 我们可以再终密点 我想一个去杨家的理由 然后埋伏在院外边 只要听到杨德忠的枪一响 我便冲进去 抢杨德忠的枪 在慌乱中 杨德忠肯定会再打第二枪 这样 就有可能打到杨德忠 即使没打到 你再补一枪 足以置杨德忠于死地 这人一死 杨德忠肯定会跑 他跑就让他跑 你想 一个逃犯 永远没有辩解的机会 可是万一他要跑回来自首呢 不会 以我对杨德忠的了解 他就是上山当了土匪 也不会选择自首 这招厉害 不过我还是觉得很危险 我怕他伤不着你 对一个军人来讲 永远没有威胁 这是命令 马上之间 是 你谁啊 你不敲门就把你闯 杨德忠 你逃我们老百年不能不敲门 杨德忠啊 你不能 你怎么往你闯 你别往你闯 杨德忠 你要死啊 跑到我们干得撒野 杨德忠 过来 赶紧的 叫杨德忠 还有那那那什么的 给老子出来 呸 没大没小 咱俩平背 你给谁当老子呀 我没工夫在这跟你磨呀 赶紧叫他们出来 来横的了 不用 来软的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对付的 来横的好 我就不怕横的 你今天要是你 你不是人 谁要点我们家房子呀 谁要点我们家房子呀 我 我